大家好 我是港珠 今集的話題有關買樓的時候 遇到魚那間樓 懷疑有些東西 是否需要拿Planning Permission 你又不肯定它是否非法 去到加建改建 應該怎樣處理呢 應不應該 接受 繼續去碼呢 還有最近有一個調查發現 原來是挺普遍的 絕大部分英國的地產代理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業主委託他們買物業 而那些物業是有非法改建的 究竟情況有多嚴重呢 還有哪些是最常見的 物業是沒有申請過做改建或者加建 這次跟大家一起看看這件事 開始之前買個廣告 記得留言 Like Subscribe和Share我這個頻道 多謝你的支持 根據這個報道 有超過94個百分點 即每100個這些物業代理 有94個 都是曾經被要求過 去買一些物業 經過手去買一些物業 而當中是有些 我們叫非法的 unlawful的 改裝 或者是擴建 這個數據 是來自Direct Line 這間home insurance公司 他們是做家居保險的 大家都曾聽過 這間是打電話去問 去拿報價的 他們不是網上去拿 這個報價的網上申請 他們就說 當中最常見的 根據他們的調查 有哪些是最常見的 這些 違規的改建 潛建 加建 裝修 包括 改 Loft 即是角樓 將一些主力牆 打走 或是 裝新的槍 而新的槍 會侵犯到鄰居的私隱 等等 都是 但就是 偏偏這些 很多人 都是沒有申請的 另外 Direct Line 這間公司 他們這個調查 也都發現 原來 就是有大約 三分一 的買家 就是會繼續 去決定 去進行 貿易買賣 即是不管 即使有些 懷疑 遺規的做法 都繼續去 進行 這個買賣 繼續買這間 都不少 但也有31%的買家 就是要求的買家 麻煩你做回事後的 取得許可 又或者是 取得 建立合約 或規劃的許可 才可以做 因為英國 跟香港有些不同 香港就沒得 事後遠 沒得事後去申請 據我理解 英國是可以 事後申請 即是說 有僅僅超過三成 買家就說 我可以買 不過 麻煩你搞定 申請 你做回事後申請 拿回 之後 我才正式去成交 這種 都是有差不多 三成 近30% 而另外 有27% 即是 少於三成 就是會完全 撤退 我不玩了 我離場了 我不光顧 購買這間屋 可能 導致了 鎖鏈 鎖鏈 斷了 大家知道 英國有鎖鏈 可能 有10個人 又買又買 串成一條 如果中間有一個斷了 可能 變成兩條 有些可能 整條 是瓦解 都不出奇的 值得留意 亦都有一些 受訪的 物業代理 就是 有三分之一 差不多 就說 如果要處理這些 是沒有 Planning Permission 的 大家屋裏面 有這些改建的 屋 是會 令到整個 買樓的 流程 延長了 當然 因為律師查到 問題 又要追回對方 對方要回覆 等等 當然會拖慢 另外 也有28個百分點 就是 拖延 令到買家申請 按揭 的 都已經 延長了 即是 一般來說 這些按揭有限期 都是三個月 有些是半年 不等 因為 你買樓要做按揭的話 它是有限期的 如果過了這個 有限期 原則上 銀行 或者按揭機構有權 不再借錢給你 我取消這個 因為已經過了期了 正正正因為 需時 解決這些 Planning Permission 問題 令到有28個百分點的 買家 因為這樣 而沒有了按揭 重新申請 不代表他們 做不到按揭 但是要再花時間 重新申請 又是免得失事 說了那麼久 哪些是最常見的 沒有拿 Permission 去做的 改建 加建 裝修 這些 這個調查 Direct Line 他們做的調查 都是有答案的 他們是訪問一些 物業代理的 從中知道 他們遇過多少個案 最多 他們曾經遇過的 沒有批准 去做的 就是拆了 Low Bearing Walls 主力場 有結構用途 承托的 這些場 不是間場 室內的場 是有28% 的 是說遇過 這種情況 不知會不會 香港 早一兩年 日出康城 將軍佬 有人貼上網 因為裝修公司 有些人說他愚蠢 將他們的製成品貼上網 就是他們經手做的裝修 但原來 有人比對 那個戶型的單位 應該有某個地方 有某個地方 為何沒有了 搞到軒然大波 應該就是之後 屋宇署也要接手跟進 他們立即要做過救措施 要不然整棟樓 都會包散 可能影響到 整棟樓的價值 甚至有結構安全 原來在英國也不少 甚至可以說 最多 遇到的 Agent 賣樓的時候 原來有一部 承力場 承力場被人拆走了 這種情況 都挺常見的 第二種 就是 裝新的窗 而新的窗 是侵犯了鄰居的私隱 有25%的 Agent 遇過的 可能大家會覺得 那什麼來的呢 因為正常的 在香港 我們住的Apartment 大家習慣了那些 基本上沒有私隱可言 你在客廳看見隔屋吃飯 今晚好不好送你都看到的 甚至可能 不用自己買電視 你可能 看出去的窗 看到隔屋或對面那壺看的什麼電視 你跟他看就可以 香港很誇張 但是 英國不是的 有法例是保障私隱的 我也聽聞過一例子 有人要做Extension 要改建 例如退廳出去 是曾經被Counsel反對 就是因為 你新退出去的 那個窗會很近的鄰居 會看到鄰居 結果 可能就是要將 退出去的幅度 減少一些 又或者是 一隻窗可能變成 要妥協 可能Counsel的Planning Officer 批准的話 你可能會變成 就是 耿窗不可以 還要磨砂 讓你體驗不到隔壁 私隱 保存到 才能批准 我都聽過這樣的例子 網上見過 有本地人分享過 所以這個 都挺常見的 第三樣東西就是 Loft Conversion 24個百分點 另外第四個就是 Chimney Breast 即是舊式的 屋子有煙通那些 煙通那些東西 那條通道 Chimney Breast 同樣這兩樣東西 都是24個百分點 的 如果的 國樓的 會是有機會做到 而是沒有人發現的 因為如果你不是向外擴張的 你只是拿回 那個屋 尖頂國樓 裡面的尖頂空間 純粹是粉色了它 拿來收拾它 擺放東西 這樣 未必外面的 那麼容易發現到 所以可能 真是 一路 無風無浪 直到賣樓才會被揭發 都不出奇的 除非你真是新的 例如Dorma Extension 那些 容易些 會被人逛街見到 那些時候就報寸 當然會有 那這種也有24% 即是Loft Conversion 另外就是拆了Chimney Breast 因為坦白說 今時今日的 不是很需要的 有時候省位 不要浪費了空間 就想拆掉它 但其實 原來可能某些情況之下 要拿Planning Permission 這個港珠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Planning專家 看這篇報導 知道原來拆這件事 都要申請的 可能也有不少人 想著 室內做的事 簡單做了它 原來有機會 都是 都是不適合規矩的 之後呢 這個就是23% Agent 遇過的 就是Building a Porch 即是 在門外 通常有些人會 會現成一個 Canopy 或是有個Coverer的地方 圍回牆 變成一個額外的東西 又或者 又沒有到又伸出去 就像一個門外面的 小小的空間 門廊 是有Coverer 有牆為主的 這些就是Porch 都常見的 因為覺得 可能在那裡 放鞋子 放鞋櫃 或者叫有空間 有緩衝空間 不論是保溫來說 又好一點 還有 拿東西回家 包袋 遮蓋 甚至 郵差派訊 有人送貨 都可以放在裡面 原來 都是有不少人 不申請 做這件事 至於 再下去了 22% 就是Building a New Structure 這個 比較普通的說 就是建立一個新的結構 不論是甚麼形式的結構 都是22% 之後 Back and Side Extensions 在後面或旁邊 就是擴建 21% 同樣有21% 還有幾樣 不過就是Garage Conversion 車房改建 做其他用途 例如轉去做客廳 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轉去做Gym Room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申請的時候 Gym Room 會不會有改用途 但很多人都是會這樣改的 另外 就是 將一個List Building 一個 等於是 古蹟那類 有歷史意義的那種建築物 將它改了 一些改動 因為這些 是很大的保障 不能隨便亂改 另外就是 在保育地大 Conservation Area 那裏 你是將一個 建築或者屋 去做一些改動 同樣 但也有21%的人或公司 遇過這些個案 是沒有免許的 結果是拿去買樓的 再說下去就是Change of Use 譬如將屋內的某些地方改變用途 又或者本來是一個House 一個Single Family的 變成更多的Flat 總之改變用途都是屬於這類 都是21%的 經紀又遇過 另外就是建一個Garden Room 很多人不知道 以為我去花園建一間小屋 看書 可能放鋼琴面彈琴 當作一個書房 但某些情況下 如果你中了某些條件 其實是要申請Planning Permission 這個也有很多人不做 到賣樓才發現是有問題 再數下去 20%的代理遇過的 就是他們以為自己是 Within Permitted Development 即許可不須申請那些 但原來是超出了 例如你可能是一個DETACHED HOUSE 如果4米之內 是Permitted Development 最基本 不要說那些Neighbor Scheme 那些 原來你隔了出去 隔了5米 你以為是Within Permitted Development 原來不是 或者高度又是超出了限制 這些都是屬於一種違規 最後一種是Basement Development 這種可能會少些 因為工程都很大 我想如果你給了這麼多錢 以及花了這麼多精神時間去挖一個地牢 好像唐英年太太要強調 因為好像最後判的那個是渠太太揹 如果你有這麼多精神時間去挖 其實沒有理由你不做 除非你明知一定批驗不到你也照做 那就離譜了 這一種也有18% 但正常壓少一點 因為比較少人會這樣挖地牢 我相信向上發展會多過挖地牢 但也有18%的Agent 說是遇過這種購樓的情況 這個報道也給了幾點給大家考慮 就是參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去看樓 有興趣買大 但見到一個疑似是非法的改動 那怎麼辦呢? 第一步就是建議大家 首先檢查一下究竟 是否需要計劃的許可 是否需要規劃的許可 我最理想就是 原來是這些叫Permitted Development PD這類的 即是說 根本上就不需要計劃的許可 是不需要通知那個Council 最好 這個呢 怎樣知道呢? 問回當地的Local Council 看看是否真的是PD 確定了答案才可以完成交易 但如果真的問出來 發現原來是需要的 你有選擇 就是Polout 好像剛才所說的20%的人 決定不玩 但如果你堅持想買的 可能是交易很喜歡 最重要就是 問回賣家 會不會他已經買了一個 曾經再上手 可能已經因為賣樓時 遇到這個情況 是有一個Legal Indemnity Insurance 即是法律責任保障的保險 如果你買回來之後 你都繼續不想申請Permission 即是你不想自己接手 去做申請個人的話 有這個保險就是 日後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可能要做回跟進的動作 譬如說你要進入給Council 那些功夫 洗費 就由保險公司去賠償 如果有這個保險公司 你的信心會大些 可以考慮一下 但不是大家一定是yes or no 大家留在自己決定 但這個是會保障大些 又或者你都可以堅持要賣家 就是先做了Permission 才成交 譬如說我給你多三個月 你做完那個Permission的動作 我才正式生效這個成交 又或者題外話 不只是Permission 如果有些事情 是要Building Regulations 即是Building Control的批准 而他沒有做的話 沒有那張員工紙的話 原則上都可能會有這個情況 你都可能要求他 做回一個事後的動作 這樣 這裡也有一個提議 這個報道就是說 如果以上你都覺得不是最理想 你都是想買 亦都不想拖一些時間 不想搞一些申請 還有一個做法 就是你可以講價 你預了日後 可能要拆 或者要做一些動作 不如我現在先劈你價 我假設日後要處理這個麻煩事 要5萬磅成本 才可以解決整件事 你不是跟他說 你減5萬磅給我 我立刻成交 都可以的 這個又是看你如何處理 然後完成成交之後 如果你們真的可以考慮 是否用你省了錢 不如就做Penil Permission 還是先把手袋 這個折扣 日後真的 東窗事發的時候 才考慮去做事後的申請 或者是改了去拆 都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你決定買的話 而不是去 事後補回一個Penil Permission 有可能 這個站就落了你那裡 就是日後什麼事的時候 你就要去花時間去處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這個會對大家的影響 以及整個過程 即使你做完這些事情 都會加了額外時間 就像剛才調查說 這些人員都說 是會拖了時間 甚至是因為這樣 令到案件失效 大家要留意 今集跟大家做這個分享 就到這裡為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曾經看樓的時候 遇過這些疑似 是沒有經過批准的改建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體驗 多謝你收看和收聽今集的節目 記得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byebye